你一飞快地看了一眼周老夫人 周老夫人一瞬间目光深沉 略带一些紧张 不过转眼间就恢复平常 周老夫人是怕周远贵 一不小心在周十九面前说出什么话来 真是这时候仿佛也回过味 伸手去拉周远景 快去看看二弟 别让他冲撞了郡王爷 周远景还没挪动步子 周十九已经早一步扶起周远贵 周远贵喝得脸色赤白 眼不住伤心 眼看着周十九 三弟啊 周老夫人皱起眉头 呵斥道 这孩子怎么这样胡来 旁边的郭氏顾不得身子重 忙上前去搀扶了周远贵 郡王爷别见怪 老爷喝醉了 胡乱说话 说着吩咐身边的妈妈 扶老爷去歇着 周远贵如何啃走 拉着周十九的手 三弟啊 小时候是我不好 偷了你的弹弓 我以为你的弹弓能打得准些 周远贵这话一出 大家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您看见周远贵 神说 酒后吐真言 说不得 只有这个整日无所事事的二老爷 才把周十九当作兄弟 周远贵的眼泪 止不住似的往外涌 眼睛开始往周围苗 多亏这是家里小宴 要是在族里 周远贵要抓住认错的人 不知道多少 周远贵安静下来 郭氏忙着给丈夫擦眼泪 不时抬头 应付周远贵和珍氏 饱含深意的事件 这样一来 顿时手忙脚乱 林仪过去帮忙 将解酒茶拿给周十九 周十九扶着周远贵 将解酒茶喝了下去 又和周远贵两个 一左一右地 把周远贵嫁去屋里歇着 郭氏带着下人 也忙跟了过去 安置好周远贵 大家也没有了 接着喝酒的兴致 周老夫人眷了 林仪和珍氏 将周老夫人送回房 周远贵这次没有喝醉 旧和珍氏 在周老夫人房里侍奉 周十九和林仪 也就回到了第二进院子 两口子梳洗完 林仪打发下人出去 看向周十九 郡王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周远贵寻周十九说话的时候 周老夫人露出紧张的神态 真是也顾不得盘问周远景 提醒周远景去拦周远贵 沈娘一家 好像是做好了一切的目前准备 现在笑云云地看戏 周十九到 我让岳父小心些 磕道上有什么风吹草动 尽可能地先避开 被他猜中了 林仪低声道 是皇后娘娘 周十九靠在床边 我还没和圆圆说过 我家的事 周十九说的 是康郡王被夺绝 周十九没说过 他也没主动问 谁人都埋在心底 不想说出来的话 更何况 周十九的父母去世得早 他一直认为 那是周十九不能碰触的地方 说起伤心事 人就难免软弱 周十九在人前 是从不示弱的 周十九收起笑容 我父亲时 皇上就有意 恢复康郡王爵位 是我父亲不小心 说错了话 不但没有了爵位 前秤也断送了 前秤也断送了 既然提起皇后 这件事 必然和皇后有关 这也就能解释 为什么周十九 对当年皇后父兄 惨死的事情 了解得那么透彻 周十九道 帝后刚成亲时 辅政大臣 把持朝政 皇上几次 想要收揽大权位过 干脆夫妻不去上朝 是皇后娘娘 劝说皇上 无论何时 都有历经图治 将皇上送出后宫 久而久之 每次皇上上朝 皇后必然相送 皇上去养心殿 皇后更是童年进出 皇上处理正事 皇后娘娘 也是在养心殿里陪着 这些话 林姨就从周十九嘴里听到 无论是在宗世营 还是在宴席上 竟然都没有女郡 提起这些往事 林姨道 养心殿 是皇上处理政务的地方 皇后娘娘 每次这样相陪 很容易被人说成 是后宫干政 周十九微微一笑 看向林姨 那是皇上 确然需要人支持 满腔怒气和怨恨 无处发放时 唯能解忧的 只有枕边人 所以那时候 第后 地后感情甚度 皇后娘娘聪颖 又出自名门 正事上 定能替皇上参详 也就是说 皇后娘娘 很有可能 确然干政了 就像福建水师之事 如果当年大获全胜 皇后娘娘和母家 皇后娘娘和母家 就是扶持皇帝有功 可是水师败了 皇后和母家 就成了 窜落皇上的坚定 不管当年的真相 太后知晓多少 这次皇上 这次皇上就是重提 定会有有心人 将整件事 圆圆本本地 说给太后听 皇后的父兄 在太后眼里 是死得不冤 皇上无过 错的是 辅助皇上的臣子 周十九道 当年帝后 共同出入 民间就有童谣传出 提到了双胜 零一听到这里 脸色也是一变 双胜 说的是皇上和皇后 帝王被称为圣 双胜就是两个帝王 虽然 童谣是好事人传出去的 对于一国之君来说 都不免心中留了 不免心中留了戒地 周十九 细长的眼睛微垂 似是有笑容 含在里面 皇上和宗室子弟 聚在一起围猎 有人就想着 借宗室之口 提起这一段童谣 我父亲 呈给皇上的诗文 具有了变动 提到了两次圣子 周十九祖上 因被夺绝 是所有在场宗宗室中 地位最低的 所以才会被无声无息地利用陷害 如今郡王爷赴了家中爵位 宫爹也被追封康郡王 林一清晨的眼眸中 没有像平常人一样露出怜悯或关切 而是平静中带着一丝暖意 虽然从前失去的已经拿不回来 现在毕竟也算是得了补偿 周十九微微一笑 林一道 这次皇后娘娘的病好了 锦仁公又复凡胜 从前那些 害过皇后娘娘的人 自然准准不安 定是要想方设法地压制皇后娘娘 而帮助皇后娘娘康健的她 自然首当其冲 周十九在福建这件事上 推波助澜是更是少不了 还有因此事丢绝又复绝的陈家 这样牵连下来 这和皇后失宠时何其相向 林一的话题没有在家事上纠缠过久 是怕她心里不舒服吧 周十九目光不自觉地柔和下来 伸出手去整理林一压青般的长发 虽然没料到会来得这样快 总会有法子的 能在这时候还神态安稳的人 也就是周十九了吧 林想起来小时候的事 淋嘴一笑 我哥哥小时候 真的打雷会害怕 父亲就教训哥哥 男人心性要坚如磐石 那还冤复驱得成什么样子 以后但凡有雷声 就在院子里去听 恒哥信以为真 吓得脸色苍白 小潇是还因此哭了一鼻子 不过 从此之后 恒哥是再也不怕打雷了 周十九揽住林一的腰身 将她抱在怀里 靠在林一耳边低声道 雪原是笑话我 没有 林一笑一声 我是说 郡王也品行坚韧 和常人不一样 都到了这个时候 也就他们会苦中作乐 否则 面对太后娘娘 和众多虎视眈眈的目光 哪个还能笑出来 对着月光 周十九嘴边 只有眈眈的笑容 不劝劝我 女眷遇到这种事 就算不是神情慌张 也会问她打算吧 女人关切的都是这个家 林一因为殷家生气 不也是因为殷家的安危吗 林一笑道 我不是是非不分 黑白不明 劝什么 劝郡王爷投靠淑妃娘娘 还是太后娘娘 投诚陷害皇后娘娘 我们本来什么也没做 这样一来 岂不是心中有鬼 再说 我王爷那边 就真的那么好去 这时候过去就是占明立场 先不说心地如何 就是拥立储君也太早了些 光是想想宁平侯一家 给那些人当牛做马 真的会换来好下场 周氏就这时发现 对于怀中的妻子 她想了解的还太多了 林一轻轻闭上眼睛 皇后娘娘的事早就有了 我们避也避不开 早来总比晚来好 免得整日也要提心吊胆 太后娘娘的疑心 也要有个交代 我就是担心父亲 父亲在磕道 本就是容易与人交恶 父亲不像周十九 凡是看得清 又懂得转环 周十九道 我会多注意岳父那边 一旦有风吹草动 先去告知岳父 你也在周十九怀里合手 嗯 明日我想回去 看看祖母和母亲 再问问和郑家结亲的事如何了 这么快就开始安排内宅的事 周十九微微一笑 去吧 明日我让人送头路过去 过短日子有时间了 我再和你哥哥一起去打猎 虽然嘴上说得轻松 两个人毕竟都有心事 翻来覆去好久都没有睡着 脖子来喊起 林姨睁开孙色的眼睛 像是一夜眉合眼 周十九吩咐压迫打来冷水 用冷水洗过脸 才神采奕奕地穿上官服去上朝了 林姨又躺了一会儿 等到天将亮起身梳洗 交代好钟愧回去了广平侯府 小消失这些日子 正为何郑家联姨的事着急 嘴唇上也起了水泡 看到林姨回来了露出笑容 想让你回来 又怕你回来得太勤 会被人说闲话 林姨笑着道 谁叫我家得近呢 要是远了 真是想回也回不来 这几日府里没事 我就都回了几趟 等阵子过了点秋的时候 就真的没时间了 窗子上开始交秋收 才是真正要忙的时候 小消失听了点头 不已有她 林姨就问起陈云远 父亲这些日子如何 小消失笑 只是衙门里忙 身子都好着 小消失还是一贯地不打听正事 现在祖母也病了 父亲就算想说 身边也没有了人 母亲 林姨叫住小消失 到底有什么事不能和我说 我也好听母亲说出主意 是不是哥哥的亲事 小消失支支吾吾 上次 我自己去郑家看郑老夫人 会和郡主提起郑妻小姐 当着你二婶和好多女眷的面 我可是好一阵子夸 临走的时候 会和郡主又送了我一套头面 现在想起来 是不是那次让人误解了 这门亲事怎么好不答应 原来小消失担心的是这个 当着人的面 夸赞郑妻小姐 会和郡主又送了贵重的礼物 看在旁人眼里 的确是两家有意义结亲 这就怪不得 会和郡主会给林姨送礼物 郑妻小姐常来常往 我就像是带自己的孩子一样 都已经习惯了 再说 夸郑妻小姐我也不是第一次 就是在宴席上 一时高兴 我就 唉 大家都传言 会和郡主想要给女儿 谋得亲事未成 话言话语中 说郑妻小姐性情不够温婉 我心中着急 就当众替郑妻小姐 说了些话 谁知道会阴差阳错 你能想到 那天宴席里 定是有人推波助澜 故意将两家拴在一起 会和郡主 刚申了一门好亲事 旁边有人提醒 目光就落在了陈家身上 这样的话 如果陈家 再拒了这门亲 就像是 又搏了会和郡主的面子 话已经说出来 小消事就问林仪 老太太病着 我也不敢去说 你父亲面前我也问了 你父亲还是想 等过几年 再给你哥哥说亲事 只是问了父亲的意思 并没有讲这些 来龙去脉吧 小消事和林仪上了长廊 侧头看林仪 你说怎么办才好 林仪道 我看这门亲事 母亲要推了 小消事惊讶地睁大眼睛 原以为 这里面最愿意的 就是林仪 没想到 林仪会让她推掉 这是怎么说的 林仪道 就算要结亲 也不能是现在 父亲说的有道理 还是等哥哥 年纪大一点再说 两个人说着话 进了念字堂 长房老太太 让白妈妈扶着 踩在阮榻上坐下 林仪进去行李 然后轻热地 坐在长房老太太身边 长房老太太 故意板着脸 怎么又回来了 郡王爷也不管过你 林仪靠在 长房老太太身上 却小心翼翼 不敢真的压上重量 祖母真小气 我又不吃闲饭 我可是带着 口粮回来的 长房老太太 听得这个 顿时笑起来 没想到 笑得呛了风 顿时一阵咳嗽 林仪盲伸手 拍抚祖母的后背 都怪我 不该逗祖母笑了 长房老太太 半爽停下来 拿起帕子擦眼泪 说是连笑也不能了 活着做什么 不如死了 算了 谈记生死 林仪抢颜欢笑 不但会说话的小消事 虽然脸色难看 却还开解 长房老太太 老太太这是什么话 您起来享福呢 长房老太太痛快地 答应下来 好 听你们的 再多活几年 陪着你们乐呵 看着祖母 关切的目光 林仪眼泪 差点不争气地涌出来 林仪去给祖母倒茶 长房老太太 看着小消事 有什么正经事 没跟我说 小消事脸上 已经挂满了官司 旁人怎么会看不出来 林仪亲手服侍祖母 喝了茶 剃下消事道 母亲再愁 怎么回就正家呢 长房老太太想着 叹了口气 都是作难 说着看林仪 你怎么想 林仪抿了抿嘴唇 没有迟疑 还是祖母写封信 给张老夫人 提一提 说您很喜欢正琪小姐 可是哥哥年纪小 没有定性 家里没有想 这么早谈婚事 小消事有些迟疑 这 会不会说得太明白了些 林仪道 这要明白才好 而且是现在 不要再拖了 长房老太太目光一闪 似是听出了什么 脸色也沉重起来 吩咐白妈妈 这就去准备纸笔 或给老东西写封信 我们两家 总不能这样遮遮掩掩 总要找个台阶下 祖母没有多问她就要写信 是信任她才会如此 林仪扶着长房老太太去书案前写信 小消事还在两家情分上挣扎 小声道 这 以后见了面可怎么办呢 长房老太太抬头 看了小消事一眼 我都不怕 请政老夫人 你怕什么 林仪和正妻小姐的关系 不比你和惠和郡主亲近 小消事被训斥两句 脸上一片黯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